哈喽大家好我是豹哥 今天我在小江 这里是我们中国的海底牢餐厅 这里呢也是越南胡志明市 因为越南胡志明呢 他也有我们中国的火锅店 叫海底牢 作为我一个中国人 我们中国的菜 在海底牢吃一点 对吧 小江 我认为你呢 多吃一点我们中国的菜 海底牢很好吃 我吃过很多次了 海底牢对吧 好好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小乐园 这个 流露还是羊露 这是羊露还是流露 鱼露 好多的菜 这个火锅照一下 看看 是吧 今天我带了摄影师 他不会中尾 带了小姜 我们这里吃一点 火锅叫海底捞 这个是羊肉 还是羊肉 是不是 这个喝 喝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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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一杯 做吃一点 因为我睡不大了 我不能爱你 我会被多达花家的 你不在 我会被多达花家的 你不在 我会被多达花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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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没关系 自己吃鬼吃 把东西放进去 你要吃 放 他来放 他们放 有海底捞工作人员在放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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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菜吗 小姜呢她今年11岁 包哥呢对吧 因为莉莉这个例子已经在前面了 包哥不想再出现第二个小姜 可莉莉的情况一样 因为我也听了很多粉丝的意见 一个跟我废族差不多大的 找他们呢应该能找 但是这要有这个 这要有这个几个几个 是吧就可以搞定 越南人的这个农村上的女孩 莉莉也好 小姜也好 他们都是越南农村上的 非常的成熟也非常的善良 我呢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不管什么样 他们都是农村上的也是很善良 对吧 帝包哥也非常的支持 目前包哥在越南福志明也来了好几次了 但是小姜他人也是不错 长了也是白白胖胖的 人也是一个农村上的善良 下次有机会就到他农村上去看一看 什么情况 小姜下次帮我带到你农村 看看你父母可以吗 我说 我说 你到农村 帮我带到山上 带到你父母 和你的弟弟妹妹 我说 要你父母带到农村 帮我带到家庭 和姜妹妹 和姜妹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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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小姜他很热情 他的家庭情况 包括 想去看一看 到底小姜家里什么情况 和小姜也有名积方 随时打电话 随时 名积方的打你 好了 等一下我们已经开吃了 吃了的话视频也不拍了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对包哥的支持与关爱 谢谢大家 来 拜拜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